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475集 血神圣子简直要疯了 他深深知道神赵静的厉害 圣主之宝 是神赵兄这一次寻找传承中的重要遗憾 神赵静虽然在远古遗失 只留下了一个外壳 其中的力量已经消失殆尽 死气沉沉 但是依旧不是天圣能够抗衡 就算是霸主枪折 一压破下来也要受伤 但是却被秦晨一拳给打飞了 面对秦晨如此变态 他歇死地理 脑袋都不转了 瞬间就像成了普通 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我感觉到了一股特殊的力量 从秦晨的身体中席卷出来 使那股力量抵挡住了神赵静中的特殊力量 使得神赵静一瞬间失去了最强的状态 这才被轰飞的 那到底是什么力量 如此诡异的力量如果轰隙在我的身上 那岂不是一招就没命了吗 血神圣子暗自揣测 突然间一个激励 不好 他刚刚那一招 肯定是要对付我 把我一下子击毙 但是神赵兄突然出手 催动神赵静 从无穷纪律外轰击过来 使得他只能出手抵挡神赵静 救了我一命 我的天 圣子就在一瞬之间 走走走走 此地不宜久留啊 所有人赶紧撤 血神圣子怒吼一声 浑身冒出了无穷的血光 再也顾不得其他圣子 抓住机会 体内血气燃烧 疯狂地逃离 他这一下子想通 被秦臣吓破了胆子 什么尊严荣耀 统统抛在了脑后 只想能够逃离这 诸位 血阳府 仁王府 天山府的弟子 速速进入神赵静 本座正在凝练无上神通 无法出关 只能助你们离开 等本座的无上神通 练就成功 再让击杀这广寒府之人 先让他们嚣张片刻 走 那神赵静 在天空中绽放出灰红光 一下子照耀住了下方三大势力的诸多高手 与此同时 古镜中传出了一个威严的声音 那静光把血神圣子等人 一下子卷入其中 就要顿子 哼 想走 哪那么容易 时间神通 清晨目光一寒 时间神通融入起源神通 再次的轰出 无形的时间力量干扰了神赵静中的神通 哦 又是那股特殊的力量 血神圣子 头皮发麻 惊恐之中 目光一转 就看到了一旁天山府 铜虎等人 仓促之间 就是一招血阳神场打他出去 顿时无数的血色光芒涌动着 化作了巨大的血色手掌 将他身后的天山府铜虎等人 从神赵静的特殊力量中 一下子轰飞了出去 血神圣子 你 铜虎等人惊苦万分 想要反应 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啊的一声 铜虎一声惨叫 一群高手被秦晨的 时间神通和起源神通记住 顿时发出了惨叫 浑身一下子裂开 鲜血横空 而血神圣子却是无动于衷 抓住牺牲铜虎等人换来的时间 带着血阳府和仁王府谨慎的高手 猛然地进入到了神赵静之中 那神赵静猛的一阵 然后以无以伦比的速度 顿入到了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 可惜 秦晨看着远去的神赵静 却是并没有动手去抓手 暗暗叹息的一声 十分的可惜 这血神圣子果然是狠 关键时刻 竟然是牺牲铜虎等天山府的高手 给自己争取逃生的时间 再加上那神赵静中的信仰之力 十分的特殊 除非秦晨施展出万箭魔术 或者催动出时间本源来 在运转乾坤造化雨碟的可怕吞噬之力 才能困住这神赵静 否则光靠时间规则 很难将对方给留下来 毕竟秦晨的秀威太低了 施展出来的时间规则虽然强悍 但是还没能达到留下圣主之宝的地 即便这圣主之宝目前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但是圣主之宝就是圣主之宝 比天圣之宝强大万倍 巅峰霸主都难以摧毁 所幸现在这神赵静中的灵气已经是彻底消失了 无法发挥出前世的力量 否则秦晨就算是真的拼了命 不施展出万箭魔术等宝物也根本抵挡不住 哼 想不到那神赵圣子居然得到了自己远古的传承 不过这也好 他现在也只是天圣中期巅峰的巨头 应该正在突破霸主境界 就算是真的突破到了霸主 也远远不可能恢复神赵静的全部力量 秦晨目光闪烁 想要修复圣主之宝 除非那神赵圣子修炼到圣主修为 才能将圣主之宝真正地修复 没看秦晨自己体内有多件圣主之宝 却从未施展过 因为这些圣主之宝都在滋养 在逐渐地恢复 以秦晨现在的天圣中期的修为 根本是无法催动的 就算是强行催动 也无法发挥出其真正的实力 当我直起实现突破巨头境界 倒不是去追杀那血神圣子和神赵圣子 甚至为了对方暴露我全部的底牌 只要等本少突破 这两个家伙早晚都是本少的猎物 甚至他们修为越高 得到的宝物越多 本少以后的收获也将越大 秦晨眯着眼睛冷冷一笑 心中算计 他知道轻重缓急 只要是找到一条天圣上品的圣脉 他就能够突破到天圣中期的境界 甚至不需要天圣上品的圣脉 他也有突破的可能 毕竟他的身体中 还封印着一尊半部霸主级别的高手 人王圣子 那人王圣子的人王之意 更是蕴含了远古人王的力量 秦晨一旦炼化 好处也非常之多 如果将这人王圣子全部炼化 再浮以诸多圣脉 未必不能突破巨头境界 毕竟除了那人王圣子之外 还有铜虎这般天圣府的顶级高手 体内的天圣法则同样是无比的惊人 想到了这里 秦晨将目光猛地看向了诸多重伤的天山府弟子 此时 这些弟子全都惊恐地看着秦晨等人 眼中带着京卷 秦晨 有话好说啊 诸位 我们愿意臣府 千万别杀我们 我们愿意跟随你们 一同对付神兆教和续阳府的人啊 铜虎等人颤抖地说 浑身鲜血 在秦晨的目光下 身躯颤抖 根本不敢直视秦晨的双眸 有话好商量 秦晨冷冷一笑 轰隆一手 他大手探出 立刻将重伤的铜虎抓涉了下 那铜虎痛苦地嘶吼大叫着 却是根本无法挣脱秦晨的束缚 被猛地投入到了秦晨的体内 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哼 像你这种小人 本少连收尾小弟都觉得恶心 还是成为本少的力量更好 也算是做出了你们的贡献 秦晨 喃喃说道 真是一场大收获 也多亏本少之前放跑了你们 让你们给本少带来了如此大的丰收 更让本少知晓了那神赵圣子的底细 此人是神赵教远古教主转世 是本少在这试炼之地外围最主要的对手 回头当本少突破了巨头境界 就可以将他直接斩杀 让他成为本少修为再次提升增强的力量 周武圣 魏司清腾一群广汉府的圣子圣女 看到场面平息 此刻都围绕了上来 团团地把秦晨包裹 脸上显现出了惊讶 恭敬和佩服 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味 此时的秦晨已经不是人了 在众人的眼神中 他是类似于神灵一般的存在 秦晨 想不到你这样的强横 魏司清的脸上 表情也有一些不自然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然的话 我们广汉府损失惨重 那没有什么 我也是广汉府的一份子 为广汉府做事理所当然 秦晨道 想不到那神赵圣子 居然真的找到了 自己的远古传承 神赵境 据本少推测 他恐怕 不日就要突破霸主境界 所以我们也得尽快提升 直接找上门去 趁他刚突破没多久 实力不曾恢复太多 直接将其斩刹 再夺走他的 圣主之宝神赵境 秦晨冷笑了 什么 我们还要直接找上对方去 这是不是太鲁莽 此人得到传承 实力必然通天 如果一击不中 后果不堪设想 魏思青他们大吃一惊 他们都被神赵圣子之前 展现出来的恐怖力量给震慑住 之前神赵境的隔空一击 就差点让他们凉凉 那也没什么 秦晨弹着指甲冷笑着的 露死谁手 由未可知 本少之前不动手 让他们离去 不是怕了他们 而是不想做过多的纠缠 因为本少现在的实力 想要斩杀他 还有一点难度 因此 暂时不和他计较 现在和那神赵圣子动手 会被别人有机可撑 最后 坐收渔翁之力 十分的不划算 不过 这并不代表本少 就放过他们了 等本少烈化人亡圣子和那同虎 突破巨头境界之后 再去和他计较 秦晨说的也不是大话 他现在就是被境界所困 一旦等他突破了天圣终起 他的肉身 灵魂 神通 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增长 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 战力提升那么简单 天圣终起 已经是对天道的领悟 达到了一个大成的状态 能使肉身与天道共鸣 起码时间神通施展起来 威力能成倍地提升 就算是那神兆圣子突破霸主境界 秦晨也丝毫不决 更何况 秦晨修为突破 乾坤造化玉碟的威力 也会提升 到了那个时候 他能身容乾坤造化玉碟 施展出恐怖的结界 可以困住任何的高手 那神兆敬也休想再次逃走 那神兆圣子是很强的 之前隔空传递来的气息 就让秦晨有些悸动 可以说秦晨目前遇到的最强的天教 但是秦晨也非常渴望与此人一战 来锻炼自己的起源神通 秦晨自从来到天界之后 还没有经历过太多同级别厮杀 每一次都是碾压 这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因为只有经历了血与火的协力 才能够真正的 屹立于天界之巅峰 开创新的未来 得到涅槃重生一般的变化 让起源神通再次提升 秦晨显现出来如此强大的自信 让众人既是佩服又是安定 魏司清看着秦晨目光也变了 他是广寒宫的大师姐 见过男子许许多多 想巴结上他的 更是如过江之计数不胜数 但是秦晨是唯一一个能让他变色 而且众人现在也相信秦晨的话 毕竟他之前施产出来的实力 实在是太识破天惊了 尤其是那神兆竟一压而下 他一拳把古镜打得飞了出去的模样 把血神圣子都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魏司清他们都是绝顶天才 自然知道那一击的可怕 现在该怎么办 齐兄 你的神通神吼 我彻底佩服了 那神兆圣子和血神圣子 敢动我们天宫座 要不要我们传讯 把各府天宫座所有圣子都聚拢到一块 到时候联合天宫座所有高手去对付那蓄神圣子 和神兆圣子 会更有把握一点吧 也更不会出现问题 毕竟神兆教的人敢动我们天宫座的人 那就是饶死 现在周武圣的称呼 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原来他称呼秦晨为师弟 现在怎么都说不出口 于是改称呼为秦兄 他的语气也改成了商量的语气 看着秦晨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此人肯定是圣诸转世 他心中认定了一个死令 不妥 秦晨想了想 咱们天宫座的圣子 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我听闻各个府邸天宫座之间 也互相争斗 与他们合作 那是与虎谋辟 再说了 本少爷不需要他们帮忙 击杀烂的神兆圣子 有本少一人就足够了 秦兄考虑的是 周武圣想了想也都 我们天宫座 确实不是铁板一块 其实这也是天宫座总部有意而为之 让各个府的天宫座分布营造一种竞争的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诞生出真正的天窍 其他天宫座的圣子们没有见识过秦兄的神威 就算是拉拢他们 他们也不会服气 要争夺指挥权的话 那到时候肯定会起冲突 现在我们先吃到两个月的天宫座 那我们下来的天宫座